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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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白天到夜里 你牵着我的心 成为我评语你 最上载的欢喜 就算你又出现在 在梦里 整夜还是想你 你就相信曾能看见的蓝天 留给我被夕阳经过的腼腆 只想你还会在梦里对我眨眼 明天醒了还有一处的想念 你就相信早第一口水很甜 让我不再买给我的心弦 你就是我所有想象的画面 在下一个场景等着你出现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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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醒了已不小心掉进你怀里面 下姐你说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你是一点面子不给真哥留啊 是不是对啊 真哥 真哥要不好 您能嫁吗 就没心弦弯了 要不然怎么说我们家小夕是仙女呢 祸害她一人造福你们全世界 没那事啊 没那事啊 这是叫啥啊 这是叫义无反顾的同身幸福啊 没错啊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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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就不顾家了 我又不是不回来 是 一个月就回来一次 一次就待两天 你雇什么家呀 天天鼓动你这破石头 爸 哎呀 想死爸爸了 爸 爸 爸 来来 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是吧 这是什么呀 全是石头 石头 你从哪找了 你坐夜行 全是什么里头的 作业写了吗 女儿刚回来 你让她休息一会儿 是 现在休息 以后就得喝西北风 我给你请的家教怎么样啊 漂亮吧 挺不错 思路清晰 对应试技巧非常熟悉 对往年高考套路 也了解透成 好看吗 对了吗 我叫老师今天 多给我加了一堂课 我还想跟你商量呢 好啊 你第一次对老师评价这么高啊 看看爸爸采封时候拍的照片 哇 摄影技术有没有提高 可以啊吧 这么漂亮啊 嗯 我跟你说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分很大把脸上全呆了 看什么看啊 差不多就行了 你不学武术就算了 小夕都高三了 哪有功夫给你看这种东西 我就不能跟女儿好好聊会天啊 跟你有什么好聊的啊 你能不能好好跟我 阿姨好 哎 快快快 那个老师来到家了 快快快学习去吧 好 好 好好学啊 好 走吧 妈 我一个月才回来一次 你就活计活了地赶小夕回吧 你就不能让我和小夕再说说话吗 她现在这是公司不坚持 没什么时间跟你说话了呢 你这一天天不知道 上街眼就换了吗 你 你这样子可不带换小夕去呢 我跟小夕讲讲你 小夕讲 新娘们 你怎么就是不小夕了 你这人是鸡鸡鸡鸡鸡鸡鸡 你成年这些小夕的文章 你这人都这么大夕了 坐哪套 那昨天那套吧 你什么话写着我 第二 你需要休息 习惯了 他就做什么我都得意 你只是不习惯了 习惯了 你需要休息 你需要学习 西装处理礼 你也别闲着 你也别闲着 你劳苦功高 我没事 我不能说什么 我说错了吗 烦 烦 烦 你爸好像出门了 你要不要 没关系 我已经习惯了 他待会儿就会回来的 这不我们这儿吗 别跟我套近乎 你们上次网吧拿走三瓶可乐 七块五 给钱 这儿 干嘛这么见外 这网吧都是大飞哥的产业 咱们都是大飞哥手下的人 拿点可乐怎么了 行啊 那我跟大飞哥去说 这儿 这么点钱 惊动大飞哥不合适吧 那就付钱 杨正涵 大家都是出来混的 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 别把事情弄得这么难堪 谁出来混啊 你装什么呀 谁不知道谁 就这么点破事 你跟我这儿说这些有的没的 我就是个学生在这儿打工 有事跟大飞哥手 行行行行 算你狠 给谁 学渣就是学渣 居然跟这种人混在一起 给老子找钱 没有零血 我一信之父 你气死我了 我一定又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我记着啊 好 我的鞋 看什么看 吐到我鞋上了 吐你鞋怎么了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嗯 上哪儿去啊 不服是不是 你刚才 你咋动什么 你咋动 哎 救命一中是吧 别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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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你小子挺有钱的嘛 把那只脱了 哈喽 这位高中同学 给个面子 碰巧之后 学校追究起来 你们也不好办 这儿 说什么呢你 你不是说让我跟你同学 开个玩笑 闹一闹的吗 哥 我还能真抢他的吗 蒋正涵 一个人长 你说什么呢 哈 哈 别生气 别生气啊 别当真 都是同学家闹着玩的 来 帮你 哎 哎 你小子在学校 对我们这儿说话 客气着点 听到没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学生吗 坑你呗 看不出来 行 这事我会告诉大飞哥的 你 就死你了 江正涵 别敬酒不是吃罚酒 给你脸不要是不是 想正涵 你别过来啊 你站在那儿 你 你站住 你站住 你还好吗 你好好吗 你抢正涵 你竟然只是小混混 抢击我的AJ 我告诉你 咱俩这事没完 你这鞋被抢跟我没关系 你个臭学渣小混混 你学习不好 没想到陈皮还这么坏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你找几个小混混 吓唬我 我就会怕你了 我告诉你 本帮长没那么好欺负 我以后天天叫我爸妈接送我 你根本没有机会接我 你等着吧 我以后 我以后把这些事情都告诉老师 让你们学校开除 你给我站住 你又要干嘛 你又要干嘛 我校服呢 学校技术小学真实的化 这边是我们的健身区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就来这边反送 反送 我们一种对学生的学习成绩 和身体素质 都我们看不错 是的 那边是我们的篮球场 你看我们这些树 快和我们学校的历史差不多了 也是学生们 保护得非常仔细 是啊 一看就用心 我们张主任 对绿化也是很有研究的 老师 这是我们江明的操场 虽然现在是高三 但学校一直贯彻素质教育 所以平常我们还是会有很多 运动锻炼的时间的 这就保证了 我们在认真学习的同时 还能拥有健康的体魄 得志体美劳 全面发展 这两位是我们的同学代表 我是他们的班主任 是啊 我们教育局啊 一直以来 都非常看重 江明一众的发展 嗯 无论是学生素质 还是教学质量 也是两手抓 两手硬的典范 嗯 而且啊 游戏到了高三 对对对对 这身体素质啊 非常重要 嗯 这个体育锻炼啊 更是提高 身体素质的重要方法 嗯 对对对对对对 您说得太对了 您这边请吧 我带您去参观一下 我们学校新建的多媒体互动教室 啊 您小心 行 行行行行 小心 小心 对对对 同学们要注意啊 这个 一定要记住 啊 这是我最后一次 强化这个实验过程 一定要记住 江正涵 来 你说说 这个实验 他考的是什么 硫磺 分子试试S 硫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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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哎 你为什么不穿校服啊 今天这日子啊 张主任他有你受的 哎 看着 嗯 张正涵 来 点过来 张正涵 你 去 把这个给您账牌我了 让他行行就 嗯 大家 也加深一下 对刘花物的记忆 啊 谁在放屁 这是 小正涵 滚出来 小正涵 还行走 小正涵 还行走 小正涵 还行走 请各位领导稍等一下 我们去看看怎么回事 好 你们先去处理 稍等一下 小正涵 出来 快点 赶紧走 小正涵 一定是大声鲜花 说你的 这是干什么呢 这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你陪领导 我来处理 喊什么喊 别再大老 出来 赶紧走 有种单挑 喊什么喊 这是学校 你们学校蒋正涵跟我说保护费 我们不给 还打我们 我今天来就要讨个说法 好 我是这个学校的主任 有什么事 找我聊 这不就是你们学校的校服吗 打我的人就是穿着你们学校的校服 误会 这应该是误会 你看看 看看 看看 这有事 你们继续参观 这事我来解决 什么怎么回事 把他给我喊出来 喊出来 张正涵跟我出来 小正涵 快出来 把衣服给我 快出来 快点 这是怎么回事 小正 这个 快点出来 这个蒋正涵 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吗 咱们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对 这个蒋正涵 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你们学校的体育 教得真不错 你们学校的体育 蒋正涵 赶紧出来 你不是主任吗 黄小老师 昨天我爸让我学医学得太晚了 所以我今天就特别的困 张怀武 把这狗找出来 你 狗出来 不是 爸 不是 主任 爸 这事真不能怪我 不是 张主任 昨天晚上我学的太晚了 我先给我让开 我先给我让开 江正涵 给我站起来 你 出来 你居然赶在外面收补费 你怎么回事 还打费 人家到学校来了 那个 张老师 是 我先解释一下 其实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的情况 是这样的 你有什么可解释的 这是不是你的校服 是 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今天就因为你 这学校的脸都丢大了 你知道吗 我还能说句话吗 张老师 说 他们这是栽赃我 栽赃你 他们怎么不栽赃别人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你这个状态 一看就是刚打完架回来 赵老师 这是 你也叫小气 赵老师 你说这帮孩子出什么事情 最后不还是我们老师等着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事情 必须严肃处理 留校查看 对 对 张主任 哎 我有事情先要汇报 什么事 这件事情就是蒋正涵做的 我昨天晚上被劫了 陈玉川 你 你 你为什么这么说 昨天晚上抢劫我的人 就是蒋正涵指示的 你看我说错了吗 你 你这种学生就应该被开除 我不开除你流入过年啊 张老师 如果因为他这个事情 影响我们学校加分名额的话 你们班第一个受影响 就从你们班解名额 没得上来 你 老师 小正涵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学渣 如此调皮捣蛋的学生啊 我教了这么多年学 第一次碰到 江正涵 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 啊 你对得起你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吗 啊 老师 小正涵 行了 陈玉川 行 老师您既然已经盖棺定论了 我就不解释了 就这样吧 给你添麻烦了 不好意思 你干嘛 你回来 你这什么态度 主任 主任 他这简直是目无尊长 您别生气 小夕 你可算来了 真没想到 江正涵居然是这种人 他不是那样的人 你怎么知道啊 郑哥 你没事吧 郑哥 你不会被开除了吧 郑哥 你跟那老头子好好说就行 你又承认诚意道个歉 一点事都没有 真的 听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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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赶紧说两句 郑正涵 正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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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到底是什么事情 我 我作为一个班长 不能让班上任何一个同学掉队 你也别掉队 郑正涵 你不能走 郑正涵 你只是小混混卡捷我 还影响我们班的加分名额 你不仅得给我道歉 还得给全班同学道歉 如此调皮捣蛋的学生啊 我教了这么多年学 第一次碰到 郑正涵 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 你对得起你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吗 郑哥 郑哥 你干嘛 你干嘛 你敢不敢把昨天晚上发生什么 说一遍 我 我懒得跟你说 臭学长 陈毅川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别说话了 你 有什么可说的 你就跟他一伙的 陈毅川 你作为一个班长 能不能不要先带头起哄啊 夏灵溪你还是班长的 你却帮着这个害群之马 你就是收了他的好处 现在加分没来减少了 你是不是应该带头让出来 陈毅川 事情还没搞清楚之前 你就在这儿乱起哄 你跟害群之马有什么区别 哎呀 郑哥 听我的啊 别生气啊 真的 你等会儿我郑哥 哎 你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移通 稍后再拨打的用户 你去哪儿了 怎么不解释清楚啊 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小川 昨天晚上怎么样了 你没有受伤吗 哎 我没事 他们不敢动我 那就好 还好你没受伤 陈毅川 你看清楚了吗 你啊 啊 郑哥怎么能让人抢你呢 这根本就不可能 什么叫你看清楚了吗 陈毅川不是说了吗 就是蒋正涵 你 对吧 我跟你们说啊 郑哥真的就不可能是这种人 对吧 郑哥他怎么能干涉这种事 不是啊 老张 你觉得那是你觉得 但这不是人当巨祸了吗 陈毅川 这次没说的 哥挺你 但是呢 我昨天听说你是光小回家的 你才逛脚呢 你说谁 谁逛脚了 你全家都逛脚 我跟你说啊 冯天俊 正要是被退学了 你 我 你当着可我倒入这衣服你 我 我 我找谁惹谁了我 你们看着啊 等我找到蒋正涵那小子 看我怎么收拾的 哎呀 这什么操作啊 团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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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上去团上去 你看我这招的操作 哎呦 郑嫂 郑嫂 来了 叫什么郑嫂 叫夏姐 夏姐 夏姐 我问你吗 刚才那几个人来干嘛的 来找郑哥 说什么大飞哥的人 打他们就是打大飞哥的脸 哎 还说大飞哥 绝对不会善把甘休的 嗯 那蒋正涵呢 他现在在哪 不知道 嗯 他今天一天没在 对 说不定已经被抓走了 有可能 这大飞哥 哎呦 就是社会闲死 这大飞哥在哪 哎 嗯 行 您放这吧 来 你这把牌子做得不错 您好 手机棒哥 那个 还这口呢 那个 嗯 嗯 小姑娘 哦 有事吗 我想找大飞哥 什么 我想找大飞哥 你声音大点 我听不到 我想找大飞哥 谁找大飞哥 我 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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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号 你快帮我打上去呗 行 带链算你三百 装备 材料算我送你的 还是诚哥讲究 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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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事跟你汇报一下 嗯 哦 今天郑嫂来了 谁啊 郑嫂 对 我还说 郑嫂过来问我们 你结到那事儿 对对对对 结到 我们说你可以被冤枉 对 嫂子对你真是好啊 一听说大飞哥弄你啊 一下就急了 可不 对对对对 他还欠人呢 嗯 嫂子来找你的时候 正好碰到大飞哥的手下 也在找你 我们以为你被大飞哥抓走了 所以就让郑嫂去 去找你了 对 大呼小叫的 什么阿响阿正的 不认识 四条 哎 今天您手下 到学校屋灭 蒋正涵捷到 您知道吗 什么屋什么灭呀 不知道 大飞哥 我 你知道我最烦什么人啊 飞哥 有事冲我来 你小子很有种啊 到这儿来找人 想嫌我 安静点 飞哥 他不是故意来捣乱的 忍让我带走吧 三条 打三条 青龙 厉害呀 飞哥 行啊 妹子 你怎么知道 这三条能出来的 哦 就是 N乘以AAA加M乘以ABC加DD M和N可以等于零 网上有教程的 哦 哦 哥 一句没听懂啊 就是心酸出来的 心酸 心酸好啊 心酸 妹子以后来这儿提哥 啊 吃好喝好啊 那大飞哥 蒋正涵 哦 好 村头怎么回事啊 大飞哥 这事我也听说了 确实那几个小子 故意无蔑小姐 还真是无蔑啊 去学校给人解释清楚了 这都什么人啊你们 好嘞飞哥 好嘞 小子 我这妹子不错啊 好吗 好好带人家啊 哎 妹子啊 让我们过来玩啊 谢谢飞哥 哎 你看见没 大飞哥人还是很仗义的 其实没有大家输得那么吓人 而且他还是能听进去我说话的 我一直在帮你跟大飞哥求情 我最后还帮你平了事儿 厉害了 夏灵溪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厉害 我第一次见大飞哥 这还不厉害 你是不是没整脑子啊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这会人先多醒啊 你懂不懂 破离罩子里面长大的人 你闲得没事 来这凑什么热闹 你以为我愿意来这个鬼地方吗 我还不是为了你 郑哥 我请你记住你学生的身份好吗 老师批评你你就离笑了 如果你是被诬陷的 你应该去争取去检设 你装什么高冷啊 你知道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最重要的就是先管好你自己 你现在自己都管不好 你去管别人就是给别人添麻烦 你懂吗 我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不用你操心 你最了不起 你一个桀骜不驯的刺头 你逃可打工照顾老弱 你实在是太伟大了 我确实犯不着为你费心 我确实犯不着为你费心 但是真正的责任 不应该是在什么年里 做什么样的事情 懂得尊师重道吗 你告诉我要保护好自己 那你自己又为你自己的将来 你负责过吗 你以后别来这种地方了 我 刚才来的这一路上 我 我很担心你 那你明天 你去给老师认个错 态度端正一点 不要桀骜不驯 不要当刺头 有责任感的人 更应该尊师重道 你不要以为你打架闹事 有人窜出来替你作证 你就没事了 你依然是我们这些的 齐齿大卢 现在 马上 收拾东西 搬到戈壁普通搬去 张主任 其实啊 蒋正涵这个情况 我同意 你有什么资格说不同意 我 不要桀骜不驯 不要当刺头 有责任感的人 更应该尊师重道 我希望您给我一次 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 刚才唯一 张主任 您看 同学们 大家听我说 这个蒋正涵 他不僅不学无术,游手好闲, 还和社会青年沆瀣一气。 这样的害群芝麻,绝对不能留在我们班。 陈老二说的那个... 就因为这个害群芝麻, 他害得我们江明义中, 收了五个家的名额。 请问太太。 这就是张主任说的,奇耻大煮。 所谓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今天我就再次倡议, 我们集体签名,让蒋正涵退出我们班。 陈一川, 你可不能这么说啊, 郑哥是又仗义又正直。 你,你,你这是污蔑你。 苍蝇不丢没缝子的, 我先签了。 诶,川儿。 真的,陈老师什么情况? 接下来谁签。 川儿,咱别闹了,行吗? 顾小曼,你干嘛去? 一川,你先别冲动, 大家都是一个班的,你别拿。 顾小曼, 你要是不签,就别窗户。 你冷静点。 陈一川,一川。 高雷,签不签? 同学们,都别签。 你们干嘛? 来,回到座位上。 作为老师, 我对任何犯过错误的同学, 都是心存宽容的。 我们决定给蒋正涵一次机会。 蒋正涵,来,表下决心。 别在这儿躲,到讲台上躲。 上去躲。 我,蒋正涵, 向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保证。 在这次全市模拟考试中, 我保证会考进全校前一百名。 如果没有考进承诺名次, 我就自动退出高三一班, 并接受老师和学校的一切安排。 好了,大家自习吧。 你回到座位上去。 正哥, 这赌注对你有点太困难了吧? 蒋正涵, 我劝你,别浪费时间了。 你根本考不进年级前一百。 实话告诉你们, 我今天就想要请原初, 向学校申请, 让你退出我们班。 可如果他赢了呢? 他赢了? 他赢了,我就围着教学楼挖跳。 你们点赢了。 陈云川, 研柱必行, 愿赌服输。 没问题 拜拜 拜拜 小夕 干嘛 小夕 江振涵可是广东黑车会欺负小川的人 你怎么还帮他呀 我没有帮他 我是正义使人 什么呀 其实是他帮了我这个蠢弟弟 啊 这事真的跟江振涵说的那样 真的呀 嗯 那 刚刚陈一川还动了全班签字 又赶江振涵走 不行 我现在得去告诉他 不然他就大错特错了 想慢 你去说他就信了吗 那我不能看着他一错再错呀 现在不是时候 等等 小夕 你什么时候跟江振涵搞到一起去了 说什么呢你 老实交代 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怎么会啊 我妈请了家教还在家等我呢 就这样啊 回头再说 家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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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灵溪 哎呀 女生八百米三分四十秒内为优秀即可通过本次考试即有一次 请所有考试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的天生严格 其实 谁能过呀 我能啊 亲丢作作 拜托 是学校前八号特招胜又不是前八百 你这个成绩凑什么热闹 你有信心靠近前一百吗 没信心啊 试试吧 你没信心啊 那怎么办啊 哎 小元喽 对了 我最近数学成绩有所提升 我妈让你每周多给我加一堂课 你就把网吧的工作词了吧 你跟我上课的时候 我能抽空帮你复习 不用了 以你现在的数学成绩 高考够用了 谁说的 考经大你敢答应不残就是够用了 你别推辞了 拿着 真的不行啊 我要全力以复复习了 走了 你说真的假的 那你现在去哪儿 网吧 网吧 哎你没时间跟我上课 那你有时间去网吧 你等一下 夏林熙你这个骗子 我给你打电话没人接 老师交代 你到底干嘛去了 嗯 我在书店呢 我不管 我在学校操场等着你 你快回来跟我一起练习跑步 你体育不过关 加分就悬了 哎 我我好好 我待会再说好吗 我在书店 拜拜 拜拜 去走 站上 站上 我说啥子往前走 上走啊 两个 没了没了 通通通通 郑儿的小朋友啊 来找郑儿 嗯 哦 既富有于天地 秒沧海之异俗 哀无声之虚语 献 献长江之无穷 邪非献亦遨游 报名怨而成众 知不可忽咒得 托遗想于悲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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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这里了 我有牵牙 说什么呢 老板告诉我的 所以 你要进来吗 我能进去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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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青春的漫漫长廊 多少秘密徜徉 微修饰的梦语香 骄傲的挂在脸上 海阔天空的方向 约定要一起前往 你的温暖庄满行囊 寻找我们划过的远方 凭着彼此简单的勇敢 拆开生活的媒体答案 故意了一起品尝 学不会太聪明的计算 不如相信心跳的回响 相信你想着我的呐喊 相信你始终陪我去仰望 一路上跌跌撞撞 踏过一些伤 只为了与你踏遍 相信你想着我的呐喊 相信我们的爱情 一如既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